异校规定减肥,学生超重罚钱 这是中国湖北武汉市艺术学校 舞蹈系学生在表演 学生不但动作一致 连高矮胖瘦都几乎一模一样 前天有中国媒体爆料 指武汉艺术学校用罚钱和吃减肥餐的方式逼学生减肥 该校一名14岁学生婷婷 经常向家里要零用钱 妈妈追问才得知 她因体重太重要罚款约台币800元 原来学校规定超重50克就罚94元台币 规定时间内减不到半公斤 再罚470元台币 女婷身高155公分 体重只有30公斤 还是被嫌重 被逼吃减肥餐 只吃黄瓜和苹果 或一碗汤和包子 学生从清晨6点练武到晚上8点 很多人饿婚 校方受到指控后解释 舞蹈学生必须身材好 但他们大多只有12岁 自制力不够 经常买零食或吃高热量食物 才会强制他们减肥 又声称减肥餐由营养师调配 除了蔬果还有肉类和鸡蛋 罚款也会在学期末还给家长 武汉艺术学校是中国培养艺术人才的重点中学 该校高三女学生陈爱佳 去年底就夺得世界旅游小姐 中国总决赛冠军 动新闻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